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繼續玩這個燃之志 上次講到來到枯葉鎮 現在我們先來探索一下周圍 上次應該是探索到這個地方 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看來都... 這個是翻新的什麼 這是翻新的地方 之後會做研究所 我們遲些回來看看這裡是否真的會變成研究所 這個應該是... 靜輝 這個不是探索嗎 好,我們去另一個地方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正在問列獎可不可以換大蔥鴨 嘩,大蔥鴨 大蔥鴨如果是初代關東的話應該不是很強 OK 我們又可以聽他說話 嘩,直接不能自行車 這麼特別 咦,正常來說不是要拿一個兌換券 去直接送一部車給我 嘩,厲害 究竟你怎麼送給我 哈哈 好了,我們有一個自行車 但是這個單車其實就... 這個單車它是... 舊式單車來的 不是用綠寶石那種單車 嘩,好像... 感覺上好像比跑步還慢 是嗎 可能不是的 OK,算了 好,以前有沒有錯過聖安老號遊律 你一定要試試 在這段期間請他去找馬之士 夫業陣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例如呢 我看不到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這個地方都很小 其實 好 買些藥吧 買些藥 買些藥和精靈球 對,我們精靈球已經不多了 買五個都沒有東西送的嗎 我十個才有東西送的 看來沒有買了,忘記了 等下,六支這些... 差不多啦 不用買這麼多 好 買夠就行了 這間屋我們好像沒看過 看看這間屋什麼 我叫波波在關東地區幫我送郵件 嘩 飛鴿傳輸是不是 我的大咀爵目前正在... 正在在這個熊年鎮的一位朋友 傳遞郵件 嘩 他們兩個都把小鳥當成一個工具蟲 想我都幾合理的 OK 人類就會利用這些身邊的一些... 一些小精靈的動物 去幫他們完成任務 精靈就是這樣存在 OK,我們先收拾 雷屬性的馬之士道館 先打他的訓練家 我怕他的訓練家我都未必夠打 劈力彈 我是不是雷變頭 十九呢 好像有點敏 二連劈 嘩,滾動 嘩,超少 扣得 我要踢一下 這裡 這裡找一隻地面去打好像比較穩定 老實說 嘩,他的滾動打死我了 比加超的正電對他沒有辦法造成任何的損... 沒有任何的馬背狀態 因為對面雷電球都是雷屬性 小池怪 小池怪 好,小池怪我們可以照用比加超 我們用踢他 咦 不是踢他的嗎 唉 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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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貴 可以 延遲 延遲 出門 不錯 我們稍後去找一隻地鼠回來打吧 好麻煩 因為有點麻煩 如果我不中地面打的話 好像... 不是好打得贏 老實說 這個種子炸彈這個技能特效都有點... 有點醜 跟正常官方的種子炸彈有很大的出入 差一下 好,打完他之後我們馬上去抓... 三地鼠 或者地鼠用一用 不一定要三地鼠的 普通地鼠都應該可以贏到這個道觀 只要是地面是就可以了 啊,對呀 他這裡不讓我過去 地鼠洞 唉呀 有點麻煩 因為我們沒有地面是打這個... 雷道館是有點棘手的 一其二草 一其二草 沒辦法 好,來 用水是會被他剋住 雷是被他... 飛行是被他剋住 哇,比加超 好,再來一個技能種子 一樣都是玩同樣的... 戰術 哇,不是吧 電磁波 哇,第一... 第一端就馬備了 螢光石火 OK的 阿比加超這些容易打的 因為... 防禦不算高 螢光石火 好,行 好,行 當比加超他的血量不高的時候 他就會發出一個低沉的叫聲 很有趣的一個設備 唉,就玩完了 OK 嘩,不是吧 連續兩回合都麻痺 不要緊 比加超是對決 你看這個位置 正電對我沒有效 證明他的正電機率真的很高 30% 你看 兩三下 總有一下會更... 即是總有一次正電出來 這次沒有 搞定 貪心一點 打右邊這個 貪心一點 打這個 電擊獸而已 OK,沒問題 電擊獸 電擊獸麻煩了 跟他殺 喔,死了是不是 哈哈 被被鳥被原剋 哇,糟糕了 有機會輸 先吃你貴吧 嘩,真的有機會輸 有沒有搖尾巴 火箭透脆 沒有了 唉呀,看這個款要輸 難怪比加超可以贏到 電擊獸 火燭星星 都可以的 吃藥都應該過到的 先轉個... 飛魚王 有錢嗎 我想 好相約 OK OK,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要踢多少下 哈哈 OK 對面打我都不一樣 幸好 應該有機會 大家都是正電 哇,高足星星 應該OK吧 這個血量電的時候我打不打死 唉呀,不要啦 不要搖我們 不要搖 吃得我好傷藥 不要搖拳 其實我想40攻的電光石火應該是打死的 我估計啦 電光 那真的沒什麼用 咦,不對啊 這張仙制技 仙制物攻技有的 這張電光石火 雖然只要陽光也沒什麼用 那講起這招65攻擊的仙制技能 就是在Pokemon Let's Go裡面獨有的技能 那當時有一個很有趣的事件發生 就是玩Pokemon Let's Go的時候 我就是直播爆機 我玩的版本就是Pokemon的E-B 那當時打完爆機之後 我就立即上網對戰 因為他有開放Wi-Fi Battle 但是呢,很麻煩地 就被這個比加超的仙制雷技 一下子都滅了我整隊 從此我覺得這招其實太屈肌了 完全不明白為什麼任天堂 完全不明白為什麼任天堂可以用這麼強的技 但是E-B 好像是沒什麼很強的技 相對地我覺得比加超的版本 這招仙制技能厲害很多很多 OK 故事就說完了 我們立即打完這個馬志士 哼,你看來對我沒有什麼威脅 但我想無論如何都要和你對戰 準備麻痺 好,一樣 其實容易坐在頭 一隻嗎? 不是吧應該 咦?真的一隻嗎? 一打一嗎? 一打一嗎? 打馬志士 他一隻還是要一隻? 一隻嗎? 一對一對拳 OK 一對一對拳我有勝算 其實老實說 我是起草有這個雷屬性的抗星 一樣照舊 一樣都是這個消耗型 睡覺 寄生種子 一個最噁心的流派 OK 對面醒了 八萬噸重拳 OK 應該可以頂得住 可以搏一搏 27血應該頂到一拳重拳 沒錯 精準的計算 成功打贏了馬志士 非常快手 竟然是一對一對決 恭喜你獲得橙色徽章 十萬伏特 十萬伏特這招技能就好像... 對 如果正常火紅好像不是十萬伏特 正常好像是那招什麼電擊球 不會miss的那招電擊球 因為在火紅裡面 十萬伏特是需要去到賭場 用這個代幣去兌換 OK 那現在打完馬志士 現在我們可以向右走 我還是要去到聖安老號 OK 那他... 嘩 大家看到幾個地區 這裡是不是就是去不同地區的船 很可愛 祝你旅途愉快 立即就要上船 我能為你做什麼 我這個就是休息的那間房 不用啦 剛才休息完了 既然是這樣我們先到處走走 一樣先下去船艙... 那裡 喂? 都是對戰的 你看這些沒什麼特別 水母 其實這些我想大部分都不算太重要 我可能都會跳過 因為這些時代太... 我怕大家會看到太佛秘 所以呢 可能這些不是那麼重要 我會飛掉它 來到最後一間房 看看最後一間房 有些什麼 咦? 又是火箭兵團 你發現了這次旅途 火箭兵團要偷走精靈的計劃 沒有? 閉嘴吧小似狼 隨便吧 打下這個小鬼頭就行了 他又要偷東西走嗎? 是不是偷那些雷電球 我怕我不夠打 沒有精靈 他還要威嚇 OK 一樣要先吃藥 因為我怕不夠打 要吃個好傷藥 幸好剛才又買到了 嘩 嘩 厲害 這樣也剩一敵團 好 比比加超 又挖動 他挖動 真的給我機會換重 我想我應該比他快 OK 那我用起風是正確的 不過其實好像沒什麼分別 因為電光石火也是跟起風一樣的傷害 好 比加超 不行 比加超的特攻是不是比較低 為什麼好像經常用 上下木特 沒那麼高的傷害 對呀 對呀 我是加速減特攻的 所以應該用這招 這些我是物攻的技能 還是扣得很少 還是扣得很少 反而這招高一點 因為他對面特防低 快打完最後一隻 鯉魚王 OK 小鮮狼就是鯉魚王 這裡就是說他在這裡 跟鯉魚王大叔買了一隻鯉魚王 作為戰力 但最後是沒用的 哈哈哈哈 這一格 藍色了 不知道為什麼 好 咦? 怎麼會變殺他們呢? 喂 不是吧 不是要打吧 吃個藥先 真的要打 神經病 怎麼變成火箭兵團 算不算難打呢? 應該都還好的 OK 只要他們全部都是怕雷 是就OK 怕怕蛇 咦? 沒有位限 不解釋 沒事的 不是中毒都OK OK 下個 打魚這兩個應該就可以回血了 很需要回血 小拉打沒問題 沒問題 對嗎? 穿山鼠啊? 轉水 結水 九成九龍挖洞 哇 震級了 這麼快都震級了 哇 糟糕 現在會不會是震級十 大哥 糟了 怎麼打呢? 我們看看比加超能不能贏 不能重新 其中士 嘩 口感那麼少 應該沒有了 七級死了 基本上只要他震級超過5 都死定了 OK 似乎 相信應該贏到的 還有一隻什麼 咦?沒有了 嗯 這麼快都用了藥 哈哈 這個火箭兵團 的確麻煩 我也猜不到 打完火箭兵團 之後還要打他那些年輕人 喂 成夢獸 不是吧 成夢獸黑著我 一樣 干擾型 消耗他 加姿勢 不要超能力 他21年應該是超能力技 什麼念力那些技 我怕我 被他打得死 欸 OK 行 幸好我是快過隊 OK 馬上回血 咦? 那些人不見了 怎麼變成火箭兵團那些人 OK 先去右手看看 啊 還是要打的 即使發生了火箭兵團劇情 他們還是依然不忘對決 都是要 我的訴求就是對戰 這個... 我可以用早點買 也不行喔 他還是毒系 那... K的龜 嗯 多重點 我可以用 毒枕 無關 哇 噢 吐得很少 要死了 你這樣要擊中妖害嗎 其實可以用杯子 應該是 應該是 因為對面沒有地面屬性 哎呀,又會這麼幸運 咦,照用 尾巴而已 小問題 尾多龍 焦點 焦點 搞定 好 想看這個火箭兵團是要對決還是 還是 還沒開門口 看看 要對決,嘩,那不是很搶 很多訓練當然要打 整艘船都 很麻煩 哎呀,沒事 威嚇其實很麻煩 是威嚇 是一個很強的特色 一出了威嚇 但是這些物工的人馬上減半傷害 剛剛回到4-6-7-5 有一個 跑著 好,下一個是誰 香甜氣色不要,沒什麼用 高速移動 超音福 超音福 真的需要一隻 超人靈蟲 來打這個毒系 或者地面系 最壞 最壞 最壞是他不讓我過去抓地 如果不是 這些地面系 這些毒系 一個震級就死了 除了超音福之外 嘩 為何這麼痛 對 他招技可以打到我 嘩 被威嚇也被他踢死 試試一下 好 好 先回去了 而這個聖安老好 劇情分為兩集 打完這間房的訓練家 嘩,那些電單車 可以踩電單車嗎 為什麼會踩到電單車 好,既然這樣我們找這個打 這個是打雙彈還是單打 單打而已,OK 打完這兩個訓練家,等下集回來再打這個聖安六號的船 不可以起初擺在頭 接著做比較擺在頭 OK,接著是什麼來 都是超音復 都是超音復 究竟有多喜歡用超音復 不過如果他再用其他毒的話可能很難打 超音復這個屬性其實都難打 如果你沒有雷 沒有雷,沒有石,沒有冰,沒有石 沒有石,沒有冰,真的很難打 欸 剛才沒有換到比加超 但是對面用超山樹 沒有換到是好事 小拉達,比加超吧 可以用2連踢屈她的技 可以用2連踢屈她的技 沒有什麼特別 必殺門牌沒有中到 即… 好,超音符,沒問題啦 雖然就不算很難打,但他們的訓練家都蠻多 OK,那我們就在這裡save,等下集回來再打這個聖安老號的劇情 OK 好,那今集的言之節就到這裡,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聖安老號的劇情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還有可以多點留言,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